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学识plus》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医学博士穆田沙二所著的《饮食打造最强的体质》这本书。 为了预防各种疾病,我们需要关注体内的三种反应,氧化、糖化和慢性炎症。 这三种反应是许多疾病的根本原因。 了解并抑制这三种反应,是防止疾病的关键。 而日常饮食则是预防这些反应的重要手段。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。 第一,抑制氧化的饮食方法。 第二,防止糖化的饮食方法。 第三,抑制体内慢性炎症的饮食方法。 首先,让我从第一部分抑制氧化的饮食方法来开始解释。 在这里我将介绍如何通过饮食来防止感染和抑制氧化。 大家首先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氧化程度。 以下是一些氧化的具体表现。 一,感到压力。 二,生活不规律,缺乏睡眠。 三,很少吃蔬菜。 四,吸烟。 五,容易感冒且难以康复。 六,疲劳难以消除。 如果符合以上的任何一项, 您的体内可能已经出现了氧化。 免疫力也可能因此而下降。 首先,让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氧化。 氧化是指吸入的氧气在体内转化为活性氧。 活性氧会攻击病毒和细菌。 但过多的活性氧会攻击正常细胞, 导致免疫力下降,增加感染的风险。 接下来,我将介绍四种能够抑制氧化的饮食方法。 第一种方法,每天摄入十字花科蔬菜。 西兰花、卷心菜等蔬菜富含抗氧化物质萝卜硫素。 能够清除多余的活性氧。 保护身体长达72小时。 特别推荐西兰花芽。 可以加入汤中或生吃。 第二种方法,吃鸡蛋。 鸡蛋营养丰富。 富含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,具有抗氧化作用。 能提升免疫力。 选购优质鸡蛋。 合理摄入。 不必担心胆固醇问题。 第三种方法,摄取富含新的食物。 牡蛎富含新。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和防治病毒感染。 新与维生素C或柠檬酸一起食用,吸收效果更好。 比如,在吃生牡蛎时,加点柠檬汁。 第四种方法,避免重复使用煎炸油。 植物油容易氧化。 产生有毒的固氧化脂质。 推荐使用小瓶装植物油。 尽快用完。 煎炸油只使用一次。 购买油炸食品时,也要注意避免频繁食用。 通过以上四种方法,可以有效抑制氧化。 提升身体的免疫力。 从而预防感染。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,防止糖化的饮食方法。 大家首先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糖化程度。 以下是一些糖化的具体表现。 一,喜欢吃白米饭。 二,经常喝甜味饮料。 三,总是吃到饱。 四,吃饭速度很快。 五,经常吃甜点或甜食。 六,看起来比食剂年龄更老。 如果符合以上任何一项,您的血糖可能容易升高。 糖化加速。 从而导致老化。 首先,让我解释一下什么是糖化。 糖化是指糖和蛋白质结合的现象。 会生成Beges。 这种物质会导致皮肤暗沉,失去弹性。 头发干枯,使我们看起来更老。 为了防止糖化,我们需要在饮食上做些调整。 接下来,让我介绍三种防止糖化,延缓老化的饮食方法。 第一种方法,从蛋白质食物开始进食。 先吃蛋白质食物如肉、鱼、蛋。 然后是蔬菜。 最后才是主食。 这可以让血糖水平平稳上升。 有效抑制糖化。 延缓老化。 第二种方法,在主食中添加蛋白质和脂肪一起食用。 与单独吃面包相比,将黄油和面包一起吃会使血糖上升速度变缓。 减少糖化过程。 橄榄油也有类似效果。 摄取高质量的脂肪对抑制老化也有帮助。 第三种方法,在烹饪和饮品中使用肉桂调味。 肉桂含有能抑制老化的成分。 如前花青素,具有降低血糖的效果。 能修复毛细血管。 预防老化现象。 最好将肉桂作为调味料用于烹饪中。 或少量添加到咖啡或红茶中。 通过这三种饮食方法,可以有效防止糖化。 延缓老化。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,抑制体内慢性炎症的饮食方法。 大家首先需要检查一下自己身体的慢性炎症程度。 以下是一些具体表现。 1.患有牙周病。 2.血糖偏高。 3.喜欢吃零食和油炸食品。 4.皮肤经常出现问题,有过敏体质。 5.体重超标BMI超过25。 6.经常便秘。 如果符合以上任何一项,您的体内可能已经出现了慢性炎症。 了解如何通过饮食预防慢性炎症非常重要。 首先让我解释一下什么是慢性炎症。 慢性炎症是一种持续性的炎症形式,可能引发严重疾病。 比如癌症、心肌梗塞和认知症等。 预防慢性炎症。 饮食是关键。 接下来让我介绍四种抑制慢性炎症的饮食方法。 第一种方法,喝新期的咖啡。 咖啡中的绿原酸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。 每天饮用三至四杯新期的黑咖啡,能有效降低疾病的发病率。 避免甜味罐装咖啡和急溶咖啡。 推荐早晨饮用新期咖啡。 第二种方法,食用生鱼片或青鱼罐头。 青鱼富含EPA和DHA,具有抑制炎症的作用。 建议每天摄入50克以上的鱼类,如秋刀鱼、青鱼和鲑鱼。 生鱼片和水煮青鱼罐头是便捷的选择。 第三种方法,制作咖喱时多加香料。 姜黄中的姜黄素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。 制作咖喱时,增加香料的使用量。 选择自制香料咖喱效果更佳。 第四种方法,每天食用蘑菇。 蘑菇富含维生素D,能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抗炎症作用。 特别推荐木耳和香菇。 它们是维生素D的良好来源。 通过以上方法,可以有效抑制慢性炎症,预防疾病的发生。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, 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。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 在下次的节目中,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讨订阅明镜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